山西議員 主席 還有我們所有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主席 有可不可以請我們的國發會林副主委 請國發會林副主委 還有我們人是 原額的是 副仁次長 朱副仁次長 梁位長 我們今天要修所謂的行政院功能業務跟組織的調整的暫行條例 最主要就是說我們的行政院組織再造 一直沒有辦法完工 那陳如剛剛李委員所講的 真的是從連戰當院長的時候一直到現在 當然在這裡面就是因為患了不同的人執政 那就是整個又重新再犯一次 那現在又到了即將大選的時候 那現在整個一個組織 這個行政院的組織改造也一直沒有完成 所以這裡又要再延兩年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很多新的部會首長商 因為這個一直在大風吹 所以新的人事部 新的這個部會首長上去之後 也對這一塊呢 也就把它擺著 那當然剛剛這個李委員一直在規則呢 就是說整個這個所謂的組織再造呢 一直沒有完成呢 都是我們在野黨的問題 但是我們也看到 就是在我們台灣 我們其實一直在講說我們是海洋立國 對不對 那在以前我們這整個一個 海洋是完全是被因為軍事的關係 就是整個一個國家安全的關係 所以其實是整個是封鎖的 我們是把自己把它封鎖起來的 所以整個我們台灣的周邊的我們的海洋 雖然說在以前我們台灣對不對 是一個真的是海洋的貿易是非常非常的發達 可是後來因為戒嚴之後 整個是整個是封鎖的 所以當初在整個一個行政院組織再造的時候 我們看到雖然號稱為海洋立國 但是對於這一塊 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的計畫 也沒有任何的願景 整個只是在想說 怎麼樣把海巡署調整而已 所以好不容易的到現在 終於有一個海洋委員會出來了 那海洋委員會當初在這個設計的時候呢 大家一直在想 怎麼樣把海巡署的這些人力 把它調撥到各個地方去 可是事實上所謂的海洋的保育對不對 海洋的這些的發展 海洋的這些資源的一個研究等等 這個跟海巡署的這些所謂的警力 是完全不一樣的 海洋這個國家的一個安全對不對 跟這個什麼海洋的資源的一個開發 我們海洋的這個海上的觀光等等 我想這個跟我們原來的這種 所謂從國家安全的這個角度 去海巡署的這個部署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今天好不容易 也大家能夠從善如流 也設立了海洋委員會 也有設立了這個所謂的 海洋的這個所謂的保護署 這個海洋資源的這些部分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會牽涉到的 就是說整個一個組織的一個再造 其實並不是說只是為反對而反對 那在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我也今天想要請教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陸委會也沒過對不對 那陸委會裡面一直在 把這個所謂的盟障事物放在裡面 那我不曉得說我們的陸委會 你要去管盟障事物 今天已經是蒙古國對不對 我們還要把它放在這裡面嗎對不對 那西藏這個所謂的圖博 他們的這個流氓政府 如果今天蒙古跟這個所謂的西藏 它已經是中國的一個領土裡面 還歸到我們能夠去管啊 所以這裡面其實有很多在增值的地方 那這些東西沒有釐清 然後我們就隨隨便便把它通過 那另外一個呢我們會看到的 其實就是我們這整個一個人士 這個上個禮拜我們還在審核 對所謂的三級機關 那三級機關裡面的大家的這個值等呢 都上升了 那上升的時候呢 是不是它的薪水待遇也都全部都要值等 就是說三級機關是不是 所有的這些的官等職位全部都要提升 有12值等要 原來13值等可能要變成12值等 等等這些 那薪水待遇是不是也同樣的都要提升 那另外呢我們一直在號稱說 這整個一個組織再造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受升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表面上看起來 好我們從這個所謂的37個委員會 37個部會呢 把它受升到29個部會 但是我們的人士有真的有受升嗎 當然我們從總緣合法有去控制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從總緣合法 控制的結果呢 怎麼樣 我們的約聘的人數越來越增加 所以在這裡就會變得非常的奇怪的 就是說 好 我們的總緣沒辦法去除 或是說我們的這個淘汰的機制 一直沒辦法落實的情況之下 就會變成說 很多它的應該要在它的職能 它應該發揮功能的 它沒有辦法發揮 結果我們就只好從約聘雇的這個部分來去加強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好 這些真正的公務人員 他能夠受到國家的各種保障 各種福利的保障 可是另外一塊他實際在做事的這些人 他用的是約聘 他沒有各種福利的保障 沒有各種這種所謂的 所謂認職的這些的保障 各種福利的享受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說 我們這整個一個組織 其實是走樣的 跟原來我們大家在想像的 怎麼樣把我們的國家建設起來 怎麼樣讓我們的瘦身 把這些的擁員能夠淘汰掉 讓所有的這些的公務員 真的大家能夠四彩四所 去發揮他的職能 對不對 而不是說好 真的我們就很形式化的 去把這個總緣合法來控管 該給的人我不能夠給你 該刪的人刪不掉 所以只好用什麼 用業務會 然後去聘請這些的 對不對 所謂的派遣 對不對 尤其我們的勞動部 派遣的人力一堆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是整個是走樣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 政府的組織再造 今天走到這裡 當然我們知道說 其實叫上帝也會瘋狂 因為剛開始施行的 開始這個組織 進入到這個所謂的實體戰 這個肉搏戰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大家每一個人都在 顧自己的位置 全部都在大風吹 全部也都在抵制 所以最後就造成 互相讓步一直不斷的協商 不斷的協商互相讓步的結果 就會變成四不像 跟原來我們自己所立的理想 所立的願景 其實是越來越背離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不曉得這兩位 我們在延兩年 是不是能夠回到我們原來的 當初的這些願景 還是說 如果要走到這裡 反正頭洗下去 就把它洗掉了 好了 不管不知道怎麼 他後來講 到底怎麼樣 我們的國發會先 好 報委員 我想這可能分為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部分來講 就是說 就我們現在這個 暫行條例 為什麼要延長的目的來看 那因為其實暫行條例現在要延 除了這個 我們現在是因應組織法的配套措施 換句話說 它的重點不是在於組織要怎麼調整 而是組織調整後 怎麼跟原有的一個組織 包括預算啊 人事啊 怎麼樣去做一個銜接 所以那個是處理這個部分的問題 那處理這個部分的問題 那當然也互相會有關聯 以至於造成就是說 現在還有六個部會 還沒有完成 那六個部會不但沒有完成 前面其實相關完成的這些部會 還有您剛才講的 像三級機關還要處理 然後相關的作用法還要處理 那這些東西也 現在也都是在一直繼續進行中 所以從這個銜接的這個目的來看的話 似乎是可以給一點時間 對大家來講的話 可以更爭於完善 而不會急著說 明年1月31號之前就急就張 所以就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延長兩年是有它一個必要性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您剛才講說 就這個組織本身調整 有沒有達到原來的這個目的 那就這個部分 從我們現在執掌 因為我們現在執掌的話 在國發會裡面還有原來 研考會的所謂的這個廣考業務 那我們現在在廣考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會希望將來能夠推動 所謂的這個performance review 換句話說一個績效評估 所以就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將來就整個主改完了以後 那我們會進行一個績效上面一個評估 來確保整個一個組織再造 能夠達到它原來的功能 那因為目前來講呢 尚在調整當中 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呢 並不是那麼樣的適當 可以作為一個判斷的一個基準點 那所以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還不敢說已經可以對它的功效呢 就馬上就認為說應該可以發揮 達到原來的目的做一些判斷 那至於說人事的部分的話 到底有沒有增加或者有些調整 我相信這個人事總署 那我請教你一下 那今天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希望能夠延到8月31號 一個延到1月31號 你們認為哪一個 1月31號就可以了吧 我們認為是這個旅行委員的版本的話 1月30號就夠了 OK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是不是請人事 這個副主席 右衛你好 請就剛才委員所提問的 就總處業務有關的原額的部分 跟您提出進一步的報告 首先是主改之後 就整個中央政府所屬的機關 大體而言我們的原額呢 是約略小幅度的減縮 並沒有增加 這是跟您第一點報告 當然你總原額法下面 當然是減少嘛 但是你們的這所謂的約聘 還有所謂的派遣 所謂的都增加了嗎 其次跟你報告的就是約聘人員的部分 我們也都這幾年來都在掌控之中 比如說我們的規定 約聘的原額不能超過總原額的5% 那事實上各機關大致來講 都已經在這個範圍裡面用人 至於聘用的這個臨時的人員 包括一般外界所關注的這個派遣 勞動派遣部分 那我們也都有將它的 禁用的人數加以凍結 不再增加 好 我們是希望說 因為你們人事行政總處 其實有很多的對所謂的人力的 所謂的它的品質 還有它的職能的各種的訓練 所以你們過於這所謂的管考 對於所謂的榮源 就是它沒有辦法進到它的這個 應該要淘汰的 因為你們那淘汰的機制一直沒出來 對不對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當它沒有辦法 依照它的這個職位 它的職能去扮演好它的角色的時候 它的淘汰機制在哪裡 所以就會變成說新的業務 因為你們從總原額法去控制 所以新的業務的人員沒有辦法多給 然後這舊的業務的這些的人 事實上那業務減縮了 可是它的職能沒有提升的時候 事實上它是發揮不了功用的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能夠去加強 那另外我們上個禮拜展 比如說是三等 就原來是四等的這個機關 那現在變成三等 那它的這個所謂的直等 是不是全部都要提升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很多的部位其實都不一致的 所以你們在這一次組織再造的時候 不是應該要把它全部一起化嗎 或者的話 你同樣三等機關對不對 為什麼你的這個就會十二指等 那為什麼有的是十四指等 那大家就引起這種所謂的不疲 同樣都是三等機關 那為什麼有的這樣有的那樣子 那還有那個原額對不對 三等機關有的原額是這樣 有的原額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是不一樣 那所以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要把它劃分 或者的話就會變成個別機關 不但跑到我們司法委員會來 說你看人家別的委員會 人家三等機關直等都這樣 為什麼我們就小看我們 我們就小媳婦啊 那我們這裡就變成說 你沒有那個原則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你能夠把那個原則把它弄清楚 然後呢也能夠守住那個原則 如果說好 定的原則就是這樣 那任何機關來說都是一樣 而不是說哪個機關 大家關說講一講之後 就啊這某個部分 它可以提升哪個部分不行 那我覺得說這樣嘛 就會造成很大的一個混亂 是不是可以 特別跟委員報告的 就是有關職等的部分呢 他是屬於前續部的職長 所以呢三級機關改為四級 或者四級回顧到原來的三級 直等的類等的的的確確呢 是有一些的不同的現象存在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會協調呢 全序部呢 來擬定一個處理的原則 我知道 全序部也有一套的處理原則 在運作之中 對那你的那個處理原則 就要把它列得很清楚 讓各個部會能夠知道說 好這個原則是什麼 那我們符合 我們就可以幾值等 那如果不符合 我們就能來維持幾值等 那或是說我們必須要多少人數 才能夠怎麼樣 我想那個原則 必須要很清楚 否則的話 就會變成大家比較來 大家就比較嘛 對不對 同樣三等值等 為什麼我的首長就是這樣的值等 為什麼你的首長是比較 就高人家一等 那大家就變成不斷的說來說去嘛 所以我們希望說 第一個就是你的原則 你的規則定在那裡 清清楚楚 那不管怎麼樣 大家就依照這個遊戲規則來做嘛 是不是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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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